七六六一年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通识学堂 又是我林长和我佩可ck在这里 跟大家来探测通识的议题 今天会带大家来一个较阔议题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既經常接觸到 但又不是很清楚的東西 那樣東西就是全球化 那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又是既經常接觸到 又不熟悉呢 因為我在院校教通識的時候 你說大專身都是這樣說 現在雖然說中學學通識都要學全球化 大專都要的 我發覺我叫他們填回答案回來的時候 什麼叫全球化呢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有些就這樣寫麥當勞化 有些又寫兩地交流 有些再差一點的寫什麼呢 寫因為這個少女時代到處去 就是救命 有時候少女時代不可能是全球化 所以真的要講一講究竟什麼叫全球化 也都告訴大家 因為太多報紙 有些人甚至乎我們看到報紙會有些錯誤的觀念 因為全球化會無限地應用下去 例如什麼議題 例如說什麼呢 什麼 黑心食物會有全球化 然後地溝也有全球化 然後又說這個 然後又說這個 電影又有 到處買片又說全球化 那這樣 那究竟其實真正什麼叫全球化呢 有人說教育全球化 甚至乎 總之就多幾個國家全球化 總之 總之你 真的可以對於這些議題 真的可以無限地應用 那真的要搞清楚 其實什麼叫全球化 如果 我們講歷史 講歷史 因為全球化 現在呢 它還未完的 它仍然是一個進程來的 那如果真的去趕的話 它一定是由經濟活動帶動先的 那 有人有兩種說法的 一種就是說 一九七零年代 就是當代的全球化 就是一九七零年代發生 就因為這個 新自由主義 那 因為如果西方開始 就講這一套 第二樣的 有些人就推薦些 又說全球化 它分1.0 2.0 1.0就是 就是 最基本的一款 就應該是 由 高倫國人 去到亞洲 去到美洲 是的 那一套 因為大航一時代 就把世界 開始連成一個整體 然後就將什麼 歐洲人 將它的商品 將它們的香料 甚至乎將它們的宗教信仰 帶到全球 這樣 好了 無論是哪一套都好 就是各有各的支持者 我們主要探討 都是當代那套 先 當代那套 跟我們真的 認識相關 那究竟 其實全球化 這個現象 就是 我們來談談 全球化 究竟會有什麼現象 那 就講全球化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想剛才也有提過 就 麥當勞 看法都應該是全球化的現象 之一 就一定走不掉 除了這樣之外 我想大家可能認識多些的 譬如是互聯網 或者是講全球的語言 就是我們都 經常用到的英語 又或者是其他的消息的流通 那其實都算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 那如果 其實很老實講 麥當勞也好 講英語 現在不知道英語 現在有人說 中國搞孔之學院出去 就是想 將普通話 都把它變成一個世界語言 那 而這件事 人數是不斷增長 是真的 另一件事 就是互聯網 其實我們會提到 這些現象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可以定義到 其實全球化的性質 第一 它一定不只涉及兩個國家 它一定是 是全球形式的 那 第二件事 當然不是說 一定要流通到全世界才有 那 其實我們就不可以 純粹是從現象去看的 我們在全球化 會看三件事 第一 它有一個叫做 時空立宿 所以經常都聽的這個概念 什麽意思呢 就是 剛才你說的資訊流通 那資訊流通 以往我們說 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就行 一百年前我們說 寄封信 要跟外地人溝通 寄封信去第二道的時候 可能要三個月 甚至乎半年的時間 我們要知道 外國的資訊 也都需要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好了 但是 現在呢 大家都一定有經驗 懂得用互聯網的時候 我們說 Internet 這件事 我們按個按鈕 我們在一秒裏面 就能夠收到其他地方的資訊 我們跟別人通訊的時候 按個按鈕 基本上它就好像在我旁邊一樣 即是說20年前 還說用IDD IDD打電話 還要算很貴的錢 現在不用的 現在基本上 大家 WhatsApp 是吧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叫時空壓縮的現象 因為 你去到哪裏都好 只要你有WiFi 有互聯網 你就可以跟別人溝通到 無論它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它有一個叫做 全球意識 就是 剛才我們說麥當勞 麥當勞呢 它是一個現象 但不是特徵 就是先說明先 麥當勞 我們會涉及 在經濟上面 我們甚至乎 後來會說麥當勞化 這個今天 我們這一集不說 但是麥當勞 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他 四圍都有的時候 其實他代表一個符號 一個符號是大家都認識的 例如我們去旅行 有些人 我們會去一些 就是不要發達國家 就會覺得 除了有恐怖襲擊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安全的 但是 例如說 我們去第三世界國家 假設我們去非洲 或者去印度 其實你去到 當地 其實人生路不熟 不知道吃什麼好 因為不知道哪些地方是乾淨的 但是 到最後 我們見到麥當勞 的時候 我們就會 有熟悉感 我們就會學去的 其實某程度上 這個是一個全球意識 來的 第三樣東西 就是說 其實我們會看 全球化 如果我們切開一個實字去看 中向我們會去看 它關於一個個人 群體 社會 甚至國家和國際 全球層面的關係 基本就是政府 可以拉到政府和個人 在橫向去看 其實就會關於一個 空間 地理上面 空間上面 甚至乎是物流的關係 所以其實全球化 你不要想著 單單 例如說 少女時代走去人家 開演唱會 就是全球化 這個是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看 就是說 本質因素 就是資訊科技流通 時空壓縮 甚至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全球意識是什麼 有一個叫做 互相依存 互相依賴 這個互相依賴 是你做的每一件事 其實是跟其他人 是有關係 有影響的 我會形成一個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這樣的情況 例如什麼呢 簡單來說 其實有時候 國家層面去看的時候 你知道現在我們 就算日本和中國 那個關係的緊張都好 但是它在 大家互相制定政策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不顧兩下 因為 中國很多投資在日本 對吧 另外就是說 在越南排華都好 其實反中 反中就變成反台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很多外資 在另一個國家 等等這些因素 其實大家 根本是一個整體 你是走不走 但是很有趣的 全球化的時候 我們這樣搞法的話 會不會好像 日本漫畫 這樣變成 將來就是地球 變成統一一個圓 一個整體 就是高達很喜歡 出的一樣東西 叫做地球聯邦 世界政府 其實在說 但是有些 會不會叫做 什麼 極端的全球法論者 都應該有些 這樣的說法 極端的全球法論者 會講這些 就是說 一個新的社會 和新的政治形態 組成 那它的特徵又是什麼呢 這個也要涉及經濟方面的東西 對 如果我們講到全球化 尤其是極端全球化的主義 那些 就是相信者 他們覺得 就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的時候 慢慢的世界 那個 由經濟開始 就已經沒有了所謂的地域 不是國家的界限 就是全世界就變成 只剩下一個經濟體 就好像剛才所講 中國的錢就放了在日本 可能有些 美國的錢又放了在中國 那變成基本上 其實美國就是中國 或者日本就是中國 那變成 就經濟全球化了之後 其他東西都慢慢被全球化 例如剛才我們所講的麥當勞 麥當勞 麥當勞就因爲 一個經濟的關係 就去到全世界的地方 慢慢 可能這些主義者 就會覺得 慢慢 麥當勞就會同化 其他和他類似的東西 因為全世界 如果是賣 所謂美食快餐的東西 全部都會變成麥當勞 那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主義 就是覺得 就是在市場裏 或者潛在市場裏 慢慢就隨著市場的降漲 那譬如 都拿回麥當勞做一個例子 麥當勞就去到全球化了 全球化之後 就會將全球變成同一個市場 嗯 當同一個市場之後 慢慢 所謂的國家 民族 地域的界限 全部都沒有了 那剩下美食快餐 就只剩下一個 就叫做麥當勞 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 你全球化本身 例如我說時空壓縮 時空壓縮的概念 你已經開始國家的僵界 是模糊了 那如果是 就是一個市場決定的時候 變了很多事情 都變成 叫做什麼 市場化了 是的 如果我們看的時候 有很多支持者都覺得 就是 由經濟開始 慢慢 因為錢 就最實際的 因為錢就沒有記認的 嗯 文化那些都可能還會分你和我 嗯 錢就 斷古就沒有 沒有你的錢 和我的錢就有分了 嗯 但是同一張的錢 就肯定不會知道有記認的 嗯 所以如果有錢 來做大前提下 其實所有的東西 隨著文化 地域 疆界 國家 所有概念都可能會 隨著這個錢 這個因素 就是經濟因素 全部被同化 但是呢 現在有些人呢 都會開始去想 就是說 喂 看世界的發展趨勢來講 它又不是連成一個整體 而反而是走去一個區域化的 嗯 其實都是的 嗯 另一個主意呢 就講的是 懷疑究竟是不是 全球化是真的存在呢 嗯 譬如又拿回麥當勞做一個例子 嗯 那些主意者覺得呢 麥當勞 譬如在美洲的麥當勞 它在賣的東西 其實跟亞洲的麥當勞 有少少不同 嗯 可能麥當勞大家看 就明顯就沒有那麼大 嗯 如果我們看另一個 就是麥當勞的朋友 或者對手 是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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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比較像歐美的肯德基 是 但是中國的肯德基 就不知為何會有百足油炸鬼 我覺得那些叫做安心油條 對 安心油條 對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這又是另一個現象 就是雖然大家都叫做快餐點 嗯 但是雖然都掛著同一個牌匾 就叫做肯德基 嗯 但是本質上面本身是不同的 那如果本質上面本身是不同的時候 那其實就沒有說全球化的 因為雖然大家是叫做同一個名字 嗯 但是內容都不同了 那就完全不符合 我們初初講全球化的那個本質 嗯 還有如果在國家層面去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現在全球的那個形勢 不是走向一體化 而是反而走向區域化 為什麼呢 你留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歐洲它自己有一個歐文 亞洲裏面有亞太區的經濟體 那亞太區裏面 就要再有一個東盟 東盟就有時候會有10加1 就是會加中國 有時候要10加2、10加3 就會混合這個日本 甚至乎加俄羅斯下去 那麼北美自己有一個叫做 北美自由貿易經濟體 那麼其實 咦 變了變了 接著另外呢 金磚國家有來 那另外還有些什麼 我們叫集團峰會 那些G幾、G幾那些 由G8到G77都有 那麼變了好像 咦 大家其實好像是 它不是走向一體 而是必要時候 我們會自己組合 成為一個一個的勢力 那麼這個 跟全球化 走向一體化 那個的道路呢 又好像有點相反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這個都有不同的說法 那麼如果實際的說 就有些人會指出 其實這件事就真的看市場 如果一體化有著數 那就一體化 那如果有時就一體化不著數的 那或者是分開幾份 那可能才有利的 那就會是有利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呢 有些人都覺得這個是一個變革的過程 或者是一個進程來的 就是可能我們是先有的 所謂的自由的市場 那這樣 那先有一個區域化 然後慢慢就去進步 到先有 可能亞洲大家就近一點 那我們就一體先 或者歐洲就近一點 就一體先 那至於中間那個距離是怎樣處理呢 就看之後的情況 譬如有時就 角都能夠走近一點就走近一點 那甚至乎有些人會 就是 這裏是另一個說法 但另一個說法又會說 其實就是 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國家其實那個疆界 甚至乎國家的地位 在全球化裡面 其實是未衰退 為什麼 因為我能夠仍然是要把揭 因為國際市場雖然是擴張了 但是其實我仍然是需要 政府的政策去配合它 那所以 我們仍然是有一個叫做什麼 有一個話事權在當中 那變成了仍然 國家的地位 在這裏仍然做一個主力的 就是仍然是國家的利益先 就不是全球這樣一體化去看 那說全球化的時候 我們也都要看一下它的對立面 就是有些反全球化的 那反全球化又是怎樣的 那有些人覺得全球化 其實就可能只是國際化的一種 那有些極端的人說 可能是形容為經濟上 或者文化上面的侵略 文化帝國主義 我們經常說這個東西 又或者叫做一些文化經濟的殖民主義 就是以前呢 可能是要霸你的地方 現在就不是了 我們霸你的經濟 甚至要包含你的思想 包含你的文化 文化的產物 那繼續 文化帝國主義 除了這樣之外 有些人都在說 覺得全球化就是 所謂很邪惡的一件事 全球化除了一體化之外 就帶來所謂的剝削 或者一些的貧富差距 環境破壞 或者一些的 怎樣說呢 一些的奴隸主義 類似這樣的概念 嗯 其實說真的 去到最後 我們看 如果有些人就會贊成全球化 有些人也會反對全球化 因為剛才全球化的惡果 你都滲了一些出來 我們在下一次 我們再嘗試 再深入一點去說一下 全球化在不同面向的時候 其實會產生一些什麼的後果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 有人說 全球化 是一個叫做什麼 好的產物 就是剛剛在節目未開始之前 旁邊阿軒仔 就走來問我 其實全球化好還是不好呢 這樣 但是我就說 其實全球化就沒有好還是不好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大小 全世界都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到最後 其實它出來的 它一定是有些好的影響 也有些不好的影響 現在國家 跟國家 作為一個 仍然有一個主導角色的時候 究竟它可以有幾大的力度 或者幾願意 去將一些全球化 帶來的壞的影響去消除 然後將它的好的影響 繼續擴展呢 那麼這個呢 就要交給人類自己的權力 那麼今天的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麼我們下一集 再去探討一下它裡面的 其他不同的情況 多謝各位 謝謝你 謝謝都 謝謝你 我謝謝你 謝謝大家